樓價三年跌得最厲害,年底再跌半成? 不減不減,最終都是要減 在辣椒、銀行家案息等因素夾擊下 反映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跌了四個星期 一個星期跌多過一個星期 最新報120.12點 一個星期跌1.41% 是三年來最厲害 麥博士說,勢次會繼續跌 不過說現在是用家事,不像的九七 一個人拿幾件貨,急著劈價放盤 預計年底前,跌半成 業界人士都說,不覺得會跌很多 說辣椒辣低的樓價,後果難料 不為你夾低,跌得很慢 始終不是美國加上 凡是這些樓市干預 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,不好的口味症 慢慢就會浮煙 不過,在業主劈價的情況下 樓市交投終於有一些起色 居屋王則如中康山花園 一個實用四百多隻的單位 原本要價五百三十萬,最後劈一成幾 終於用法表價四百七十五萬買得出 同區康兒花園,上個月只有兩宗交投那麼大把 今個月有12宗 未知後遺症是什麼 不過壓粗夾低的樓價,令到有些交投 對地產代理來說,都算是好消息 哇 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